好来看到宇花莲市地蒙40年姐妹市的宇纳国丁 之前每年都会安排中学生到台湾进行教育的文化学习之旅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 这两年的跨城市交流是被迫的中断 那么当地的学子在这一次市长魏家贤率团队前往日本参访的时候 也诉说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这项维持多年的教育之旅 让他们能够体验以及学习异国文化 一场疫情让日本宇纳国庭每年安排学生到台湾来进行教育文化学习之旅被迫中断 花莲市长魏家贤这次率团访日的时候 特别前往了九步梁中学还有宇纳国中学和同学们相见欢 受到当地师生热情欢迎 九步梁中学的学生特别演出了古镇和民俗舞蹈 也由曾经到花莲参访的同学来分享当年他到花莲学习的收获与回忆 而在宇纳国中学 校长东宾一郎邀请市长魏家贤到编织工艺教室来观看同学们上课情形 也体验编织记忆 宇纳国中学的学生也演出了道杯、棒数还有三线演奏等 让市长魏家贤相当感动 魏家贤表示到台湾参访并和花莲当地学生互动交流 是宇纳国庭的中小学毕业生最期待的行程 最近几年受疫情影响让孩子们很失望 不过随着疫情逐渐解封 宇纳国的学生明年应该有机会可以到台湾来进行教育文化之旅 另外台湾的学校严林举办海外游学时 也可以把宇纳国庭列入目的地之一 体验当地人文风情和自然风景 将可以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会欢迎视报道